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166集 我 李二冬和鼠标傻眼了 仔细想想 现在刑警队派出所那些货 当年在学校可都是挨咱们整的 真要抓到了贼 你们还担心折腾不了他 这个太容易了吧 拳头都不用 鱼醉摸了摸刚掉家的伤处 他现在对贼实在是苦大仇深 这个好像不难啊 对 你要说学校那一套 咱在行 不就那些整股玩意儿吗 我小学就开始玩了 好 给你们一小时时间准备 大毛哥 你坐镇 盯几个点 咱们拉开 二二一对行 长度一公里 发现目标 直接按住 他妈的 老子今天要开婚了 管他大贼 小贼 毛贼 流窜贼 撞网里的 全逗回来 省得不好意思回单位 好 可以试试 每天人群里找 实在头疼 大毛也被说服了 车倒出胡同 冒着烟飞驰而去 不多久 又去而复返 鼠标换了个装束 穿了条大裤衩 像个找不着方向感的弱智 在街上晃悠 李二东蹲在路牙上啃冰棍 都不用改装束 就是个街痞混混样 鱼醉窝在几百米外 几个人今天不盯贼了 就盯着那几个垃圾箱 关乎几人生育的翻身杖 正式拉开了帷幕 一个小时过去了 毒辣辣的太阳升得老高 北方的秋老虎可不是盖的 比仲夏还让人难受 鼠标盯着的地方 是086号 074号垃圾箱 除了建几个扔矿泉水瓶子的 就是把手伸进桶里面掏垃圾的 没见着谁往里面扔钱包 他摸了摸口袋里面准备的东西 布画 手铐 还有专为此次抓贼准备的 粉状玩意儿 他没来由地想起了学校的生活 想那时候啊 整国老朝自己人下手 包括内裤里撒辣椒面 牙膏里挤鞋油 桌凳上香涂钉 背后贴乌龟王八蛋 这些烂事 那可是清说熟路 老二也算行家里手 这鱼嘛 那应该是高手寂寞 无人挑战的级别了 可这些手法能用来抓贼吗 鼠标有点怀疑 在两个小时过去仍然没有成果的时候 他的疑心更重了 要不是实在想抓个贼回去显摇一下 我早料挑子去玩了 当学生的时候不咋地 好歹也能考个几十分凑数 总不能一直交白卷吧 离鼠标不到二百米 是李二东的房区 中间由杨江守着 李二东干脆半躺在路边的公共椅上 就在垃圾箱的旁边 他脱了鞋 憋着裤腿 揣着一把枪 不是真的 是水枪 儿童玩具 一直以来 李二东能向人炫耀的就是玩 玩游戏 踢球 在别人眼中 他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形象 包括学业和职业都不咋地 想问李二东 网警上呆过 但实在看不过那种睁着眼说瞎话 连网上也不让乱说话的氛围 刑侦二队待过 也受不了那种几乎是自虐的日常任务 曾经李二东的梦想是当一名警察 是因为觉得这个职业很阳光 很正义 也很拉风 不过事与愿违 当上了以后才发现 太阴暗了 不但接触的全是阴暗 连警察自己也生活在暗无天日中 他甚至有时候会很同情 现在还窝在某个角落里 盯着嫌疑人的刑警同行 其实他宁愿这么吊儿郎当地 在反爬队里混着 当然 前提是能混下去 就看今天 好歹逮着一个半个 让兄弟别太没脸面了 哎呀贼呀贼哥贼大爷 亲啊你来吧 我会很温柔 我一点都不粗暴 像是上天眷顾一般 在李二东念了恩辩以后 兜里的不画响 是鱼醉的声音 李二东吞得起身了 套着鞋 瞥眼已经看到了目标 正从鱼醉守着的方向 向这边过来 鱼醉在垃圾箱里面掏着 应该是已经确认了目标 李二东笑了 悠哉悠哉地 往路对面躲着 从这里过去 和贼是个照面 不知道是心想事成 还是方法对路 这回李二东 越看这个人越像贼 此时已经接近五十 雾城路面 车水马龙 行人如知 五个人守着的路面 全长两公里多 两排十余个垃圾箱 下水口子 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来的方向 是银毒商煞的方向 没有什么意外 那也是重灾区 贼已经泛滥到 施主丢东西 都不报案的程度了 近了 李二东看得更清楚了 要喝 这个贼长得挺帅啊 有点像惯西哥 只是多了两瓶胡子 那贼没事人一般走着 步伐很快 此时他已经销毁了政务 怕是在心里笃定 防范一去 走得是那么的潇洒轻松 甚至让人怀疑 他已经在选下一个目标 李二东右手悄悄地摸上了水枪 左手掏着警证 在不到五米即将照面的时候 他一亮警证笑着喊着 警察 你犯事了 那个贼一机灵 掉头就准备狂奔 一下子让李二东确定没错 可不料贼哥瞬间反应过来 一回头又面对着贼眉鼠眼的李二东笑了 警察 就你那鸟样 你他妈谁啊你 清啊 太不友好了啊 李二东血笑着 哼得出手了 枪一亮 嘶的一声 那哥们马上感觉到 湿漉漉 臭烘烘的东西 喷了他一脸 他啊的叫了一声 卸了墨镜 手在脸上乱抹 啊 偷了东西就想跑 没那么容易吧 李二东插起水枪 抛着铐子 那个贼此时才觉得危险 一抹脸 一掉头狂奔 可不料刚跑几步 眼睛睁不开了 一阵乱炸 乱揉乱摸过后 就是睁不开 而且火辣辣的疼 速度一慢 被赶上来的鱼醉 轻飘飘的一个窝心脚 给踹到了 鱼醉压着人 巴达一靠 将那个贼拎了起来 啊 警察大人啊 啊 警察要害人啊 啊 啊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我的眼睛 那个贼壮四疯狂了 挣扎着吼着 旁观路人甚多 鱼醉亮出警证 对围观者吼着 反爬队执行任务 别看了 谁有什么好看的 当偷了个钱包 鱼醉扬着手里 刚刚找到的证据 拎着人 群众自动让开了一条道 此时的鱼醉 威风凛凛 好有满足感 他想起那天被贼席 躺在地上 无人问津的场面 忍不住有些感慨 其实还是恶人当的 不管恶人是警察 还是坏蛋 足以威慑普通人了 车开了过来 李二东和鼠标 兴奋地把猎物 摁进车里 那个贼物字挣扎着 被人淋了点清水 喷了点醋 眼睛好歹能睁开了 他大嚷着 凭什么抓我 你们谁啊你们 警察 鱼醉拿着警证 轻轻地敲了敲 这货的钱额 这贼的墨镜 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还在使劲眨着眼 这警察就能乱抓人啊 贼哥们叫嚣的时候 忽然脖子一缩 不知道身后掉了什么东西 还没看到有人在做手脚 还是骂咧咧地叫嚷 开车的大毛眉之声 就想看看几位新人 怎么处理 鼠标和李二东 一左一右夹着 走了好远 这人终于睁开眼了 鱼醉拿着捡回来的钱包问着 刚刚我看见你把这东西扔进垃圾桶了 说说吧 哪儿来了 不至于你用这么高档的女包吧 还扔了 不可惜啊 你说看见就看见 我怎么没看见 没人吭声 左右都看着他 那贼觉得不自然 想耸耸肩的时候 左边鼠标开口了 不说实话 身上长狮子 长了狮子 还没法弄 李二东知道 鼠标往这货脖子里面扔了什么 贼哥们不解 愣了 他已经打定主意 要咬死不认 本以为会挨一顿拳脚 可不料今天骑了 没人理他 冷不丁的 一股奇痒从身后袭来 还有一声一耸肩 鼠标一时眼色 两头靠子一解 分别靠在了车内把手上 那个人成了后背没有倚靠的姿势 他正讶异着 却不料更强的奇痒袭来 哎呦呦乱扭 想伸手去挠 手却被靠着 想用背后蹭一蹭 可背后却没有可蹭的地方 于是就这么 呦呦呦乱扭着 全身乱怂 像几百只狮子 钻进衣服里了一样 说吧兄弟 说了就让你挠呢 就是啊兄弟 你这眼睛得赶紧治啊 知道给你喷的是什么吗 那是五毒伞 天黑以前要烂眼珠子的 喂 喂 你你你你们事情上吗 哪有这样扯人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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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苏 大哥 大哥 你这个让我挠一下 就挠一下 啊 啊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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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